好,之前不是说过,在我们这一堂课上是大家有机会来测试每个人自己的基因组 然后呢,像现在因为,在去年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我们去年的课,去年看来也有类似这样的活动 但是去年分了这个全基因组大概是9000块钱,以及万一是5000块钱 现在的话呢,在今年的话呢,因为我们的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而且我们的这个补协力度也加大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堂课上的所有的这个同学呢,我们给大家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机会 就是真正体验一把千元基因组,那么这个国际上说的千元基因组当然是,单位是美元啦,还是人民币 所以说,我们这样八经党,而且有我们刚才的这个课上内容,他也知道,就是测试金组,他能获得的信息 很远远超过你的这个外星组,而且真正能做到测一次,一辈子错用 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话,只做全民主的这样一个测试,那么大家只需要自费的部分是999美元的测试 这个真正的测试运性成本的,因为大家可以去了解,那各个各个这种测试工厂里面去了解 他们的成本,应该这个是cover不掉的,因为世纪运到中国来,它是要加价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确实可以做到,这个一成美元以下给你,就是纯粹的运性成本,然后可以给你cover掉 但是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事实上我们还是要补贴的,才能给大家测出来 然后所有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分析,将你个人完成,我们后面会教大家怎么样去做这个分析 然后最后呢,大家还可以,就每个参与这个活动的同学呢,是可以得到一本,就是大概有这么厚的一本书 就是里面包含了这个,呃,这个这个,呃,这个,呃,我们的,呃,重大,295种,重大疾病,200多种药物的,这个适用性指导 啊,以及,你们的天赋啊,一本后果的书 而且以后的话,你还可以定期的来,来升级,就随着,因为我们数据库会,呃,不断的更新 那么,然后你过了一年,过来,再,再算一遍,再分析一遍,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啊,这个,这项活动是完全自愿参加的,并且与你们的成绩没有任何关系 说清楚啊,这个,这个,完全说清楚了,去年又五个人测了 这还好吧,你们一个,你们一个iPhone手机都,都值得钱了 好,没关系,就是说你这个测不测由大家自己啊,这个纯粹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福利 好,之前呢,我们一直在说的是,对于健康人,呃,你还没有病的时候,我们提前告诉你,这个,呃,疾病的风险,用药,用药该用什么药好,然后你有哪些天赋 这些都是,针对健康人的,那么在疾病方面呢,如果你已经得了病,该怎么办 那么基因测序能不能给你,呃,现在这种测序技术能不能给你,得到一些更好的指导呢 那么我们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呃,对于疾病来讲的话,也是生物,以及医学,科研,里面的前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在癌症里面,当然可能从小就听说过,这个癌症是有突变引起的,对吧 虽然这个,这个理论呢,现在,呃,并不完全能够这么讲 但是呢,确实有些癌症,呃,确实有些突变,它可以非常强烈的导致癌症 呃,这些是所谓的driver mutation,那么并不是每个癌症里面都有的 那,如果说是,它这个充分条件,就是个必要条件 就是,如果你有这样一些driver mutation,那么一定是很快就,这个,这个细胞就很快的会发展成为癌细胞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突变,在你的germline里面,也就是说在你的,我们所正常的这种基因组里面是见不到的 啊,而且这能不能遗传的,所以它被称为somatic mutations,就是体细胞突变 这也是癌症,癌症发生理论里面的两大理论之一的体细胞突变理论 也是目前的,科学界的主流的理论,已经几十年了 那么,近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这个,这个理论并不是太正确啊 这个,这个,不过这个,这事咱们都明说了,啊,体细胞突变,为什么叫体细胞突变 就是,比方说我被辐射了,或者是我,因为某种化学,这个,又变的,又变剂的作用 我的其中的一个肺的细胞,变,里面出现了一个变异,然后于是长成了肺癌 但是,我的精子,还是正常嘛,对不对,所以,我这个时候生个小孩下来 那么,我的小孩并不会遗传我的这个,这个,这个体细胞里面的,这个肺癌的,导致,导致肺癌在里面,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纯粹是我的体细胞,而不是生殖细胞的突变 生殖细胞的突变,叫Germanic mutation,对吧,它是可以遗传的 体细胞,啊,体细胞突变,它是不可以遗传的,但是它会,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比方说,在肺癌里面,因为肺癌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大癌症,也是死人死的最多的,啊,中国的整个肺癌的发病率有2% 所以,还是很,很常见的一种癌症,那,比较早研究的一个Driver mutation,就是,在EGFR的21号,这个乖根子里面,它翻译出的蛋白症是在858位 这一位像L,就是Lucine,变图变为Arginine,那么这个图变是最早被人认识到的一个,啊,这个Driver mutation 那比方说,这个是正常,正常人的这个组织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位是T,然后,这一位,这个是病人,病人的这个癌组织把它分离出来之后 用一段次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杂合状态的,杂合状态的一个,呃,7到G的一个突变 那么,之所以称为Driver mutation,驱动突变,就是因为这种突变的威力非常大 只要是,有,有了这么一个突变,在里面,哪怕只有一个能位基因,发生了突变 这个细胞,马上就会被驱向,癌化,非常强烈 所以这种东西,不可能,你一生下来就没有了,如果你一生下来也有了,那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是长满癌症了 然后,你,这个,这个,这个小孩,不可能生下来的 那么,在肺癌里面,确实有很多的肺癌病人,是,有,这样的,呃,Driver mutation的 比方说,这个稍微还老一点啊,这个是,好像11年的,呃,一个专织纹状 发现了,大概一半强一点的,呃,这个肺癌病人里面,是有Driver mutation 像,比方说,最大的一部分是KRAS,KRAS突变 KRAS突变,常见于什么,常见于肺磷癌,肺磷癌,因为肺癌一百多种分型啊 一百多种分型,常见的,常见的分大量的话,这个小细胞肺癌,肺小细胞肺癌 肺小细胞肺癌,里面还有这个,肺细胞肺磷,肺磷癌之分 那么,肺磷癌,往往是那种,重度抽烟的人,所患的 啊,他们的,常见的这个Driver mutation,KRAS,第十二位,十一位到十二位的地方的突变 这些突变,基本上一,一旦有了之后就无药可制 而,还有第二位呢,EGFR的突变 这个,一般是肺磷癌的病人会得,会有 大概百分之三十的,在中国里面百分之三十的,肺,肺腺癌的病人 是有EGFR突变的,那么肺腺癌,往往是那些什么呢,不抽烟的人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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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感性 基因决定的易感性,或者是,由于周围的,一些长期的,这个,不良的刺激 比方说,他生活在一些,这个,这个,控制感严重的地方 或者是,家里有人,他的这个,这个,呃,他的配偶是酬烟的 那,那么,呃,就会让他,呃,这个,这个,有这个,有这一切快而图变 那,呃,就像我岳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做这个,他以前做过测序了 他,做过测序,然后就发现是,呃,比较,呃,他的基因背景是很好的 没有这个肺癌的易感的突变 它的基因背景很好 但是它两年前确诊为肺癌 而且三臂器是非常凶险的 它五年生存率大概也就只有9%的样子 那么我们怎么去治疗呢 第一时间其实我们是用化疗的方法 但是化疗由于肺癌化疗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它的身体无法承受 无法承受怎么办 只能用化疗疗 也就是说我们要测出这个 测出这个癌绩 它有什么样的突变 因为现在很多的突变 比方说像EGFR的 然后88R位的突变 还有其他的好几个位置的突变 是有化疗疗治疗的 比方说极肺剂尼 恶罗剂尼像这样的药物 它是可以针对这些 这么一些这个 把点的突变来进行治疗 所以目前的效果还是相当好的 它吃这个恶罗剂尼 撑了一年多 期间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就是大家正常的出去散步啊什么的 大家都不觉得会有什么 就是有什么样的异样 测试也是我给它做的 后来它那个出现了这个耐药的突变之后 因为这个癌症的基因组 它是不稳定的 它总是在突变 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耐药的突变 耐药的突变出现之后 原有的恶罗剂尼就不再管用了 不再管用之后 我们又给它去测这个 做了新的一批测血 那这个时候已经 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穿刺 这个取这个癌组织了 所以我们给它是做的这个液体活解 目前很热的一个液体活解技术 那我们也会讲到 去测它的外交血里面 去从外交血里去分离那些癌细胞所丢出来的 这个 信息 然后找到了 成功地找到了它的这个耐药的突变 那么我们知道它耐药突变之后 我们去避免选择相应的这个药物 比方说阿卡提尼之类的这样的药物 我们就不能用了 但是呢 我们就发现它有些药还是敏感的 那么我们就会去换用这个敏感的药物 那么目前来讲是用的AGB-9291这样一个药物 也正适合 所以的话现在换用这种药物之后 现在它的状态又好起来 那么现在呢已经超过了 它最开始被确诊 已经超过了两年 那么已经超过了这个 已经超过了它平均的这个 在这个期的平均的这个肺癌病人的生存期了 所以说这种把伤治疗 目前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但是 前提是你准确的知道了 癌心肺炎有哪些这个驱动突变 那么现在目前已经上市的 把伤药大概是80多种 80多种 你必须要做这个基因检测 你才知道应该用什么把伤药 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些报道 说很多医院为了能够推销把伤药 因为把伤药很贵啊 所以它的这个经济利益是很大的 为了推销把伤药的话 对于所有的这个病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给我上 上把伤药 很多的这个报道把这样的行为归结于医生的不贵责任 但实际上来讲可能更多的一个原因是 他们没有这种这个测序的能力去做一个全部承描 包括我岳母所在在在他是在那个冯省医院 就是吴云龙教授那边去治疗的 他们也没有去没有把这个全基因组或者全外天支组测序 作为一个常规的诊疗的手段 因为这个作为一个医疗诊疗手段的话 要推广下去必然需要它的稳健性很高之类的 现在他们还做不到 所以说很多医生他就没有这种能力去测 那么就只能去忙吃 忙吃的话副作用我们就不谈了 那么很可能会延误到这个癌症治疗 就像肺癌症进展非常快的 这个进展非常快的这种癌症 你看很多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跟肺癌有关的 这个体细胞突出有非常多 所以呢传统的 医院能够做得清楚的那种 就是一般是一代的测序 是没有办法一次性的覆盖 这么多的这个面位点的 所以呢解决的办法 如果想一劳容易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全测 但是全测的话呢 在在疾病这个领域啊 尤其在癌症这个领域 你想全测就不是说 这个筋骨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说如果是测健康人的是吧 你每个细胞里面筋骨都一样 我抽一关学就行了 你就可以代表里面 全是每个细胞的这个筋骨的状况 然后我做一个大概20到30层的 这个全筋骨测序 我就能能知道全筋骨状况 可是癌细胞 大家知道癌细胞之所以难整 它是和正常细胞所混在一起的 对不对 边界是不清晰的 所以 无论是穿刺或者是临床 手术去取出来的癌组织 它一定是里面混成大量的正常组织的 有的时候癌细胞的比例 可以跌到20% 30% 那么你把这么一个 这么一块组织拿去测序 提取DNA拿去测序的话 里面真正处于癌细胞的那一部分 基因信息就只占20%到30% 然后这个里面还只有一半的 就作为Dryer mutation 它肯定是以杂货状态存在的 所以就比方说你的这个 癌细胞的比例是30%的时候 你所期望的这个突变的频率 只有最高不会超过15% 而且呢 大家还有考虑到 癌细胞是有意志性的 越是进展期往后的 比方说三病期四期的 这样的管期癌症 它的这个意志性越多 也就是说每个癌细胞 它的基因都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一固癌细胞里面 很可能只有一部分 是有这个Dryer mutation的 其他一部分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所预期的 这个突变频率会更低 假设我们所预期的这个 突变频率10%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 比较乐观的估计了 10%的话 那么我们如果想非常 我们想剪出这个图片的话 至少这个地方的福卡多要10成 对不对 你测10次里面 有一次这个图片 但是没有谁敢保证 说你这是有机会的 对吧 是有概率的 你不一定那次能出来 还有一个测试一本身会出错 所以说你测到一次 这一位有突变 另外就是这一位没有突变 你敢说这个是真实代表真实情况吗 它是不是有可能这一位 正好测到这一位出现了错误呢 完全有可能吧 所以说我们为了保证统计上的 能够过统计检验 至少这种情况来讲 我们说理论上 理论上至少要测到50成以上的 这个深度才可以 那么由于我们测基因组的时候 打断 比方说基因组的打断 以健库的这个PCR的过程 里面是有bias 也就是有的区段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被扩张 有的区段比较难被扩张 所以说有的地方覆盖度会比较高 有的地方覆盖度会比较低 要保证低的地方 也有50成的覆盖的话 那你至少来讲 平均覆盖度就必须 其实要打个比较大的余量 我们一般来说建议是要乘以4道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在临床上面我们去测 这个主流组织的 这个Somagic Mutation 推荐至少来讲 是要测到200成以上的平均深度 那想想看 让大家想想看 200成如果是测全精组的话 你得多大的数量 一个人精组三区 对不对 200成那就是600级的数据 600级的数据 你这运行成本 那就是添价 对不对 我只说成本 不算商业公司的各种利润 以及还有分析的费用等等 各种场地费 人员费 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 这个费用 即便在现在 也是渴望二不可及的 对于普通的人来讲 那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去 怎么样能够去降低这个成本呢 很简单一个方法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目标很明确 我们就想测一些 那个 Driver Mutation 一定是在这个编码区段里面的 所以我们测全外形 甚至来讲 是单独拔这么 目前有八点了 那么几百个基因 做一个小的排码 我专门测这么几百个基因 那么这个这样的话 我的总数据量就要小 因为我基因组终于绝大部分的内容 我是不用测的 所以的话 就是 把相测序 我们只测 其中的一些片段 我们把相测序最经典的一个方式 就是 这种 这个叫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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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一些探针 刮让磁骨 直层上面刮一些探针 根据这个 互补的原理 我们把这个 代测的这些 呃 电源就拉下 然后再 直层探针 那么 这样的话 就可以在 第一个通量下面得到 内表区段很高的覆盖度 那么现在 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 就是全外形直属测序 管它 那个 管它什么呢 就把 人 基因组里面 两万个 编板基因的编板处段 全部测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 这都是我们实验室 实际测出来了 实际测出来了 那上面一个呢 是我给我岳母所做的 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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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全外形直测序 大家可以看见啊 我们是用了这个 呃 还用了 这个比外形直 更多一点的 捕获区段 我们捕获的全听众 3%了 96兆的一个 一capture 就是捕获全听众 96兆的区段 实际的这个 数据量 我们可以看见 它的大概 峰值的话 可以涨到一百多层 一百多层 一百多层 然后 这个是 这个是我女儿的这个 呃 全能基因图测序 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见 呃 呃 总共的数据量是一百二十基的情况之下 这个峰值它大概也都在四十层值的样子 所以说 那这个你看啊 这个数据量差了很多 差了十二倍 对不对 但是呢 对于 万林子的这种 这种 这种覆盖 这种覆盖度 显然是这个万林子的哲学 会高很多 所以这样的话 可以让我们在一个 呃 就是 不是很多 不是花很多钱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获得 非常好的一种 能够进行这样的防水呢 那就可以去 呃 探查这个 癌症的 呃 这个这个原因 然后呢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可以用药的突变 那就是 这样不够了 那么 甚至还有人把这个 弦弯性进行测一千层以上啊 这种事我们也干过 测两千层的 也也有 当然这个是无计充满的 这种做法 呃 测得非常深之后 都会发现呢 那癌症的意志性确实很厉害 那么会发现很多的低频突变 在一般的这瞬间还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一些低频突变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在基因 还是处于低频突变 好 那么 刚才说了 就是 我们 要想 很好的获得 癌症的这个 基因信息的话呢 最好是取了这个癌症 取癌症 但是 有些情况下 你是不好去取癌症组织的 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差 那这个就不太好了 还有的癌症不容易取 比方说 一线癌 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癌症 基本上不要活着的 那么 不好去取啊 不好穿刺 这个就是几晚期的病人可以通过附水里面分以癌症胞的方式去收集癌症胞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癌症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不太好取的时候 就 呃 你没法穿纸 没法穿纸怎么办呢 所以到现在来讲的话 有从大概从两年前吧 就开始有一个词 叫liquid biopsy 啊 叫液体活点 这样一项技术呢 就特别热 然后在国内也吹声了很多的同时 也成为这个游戏在15年的时候 成为投资界的一个人 这个这个 大家疯狂的一样 去铺向这个领域 那liquid biopsy呢 我们从这个科学上来讲 它是有它的 它是有它的这个 科学性在的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它的局限性 那么liquid biopsy 从大的方面来讲 我们从最广力的上面来讲 就是一切的 你可以通过各种体液 包括血液 唾液 尿液等等 这样的一些体液 去从里面去 发现一些与疾病有关的东西 这个疾病并不一定在血液里面 所以 这种方式是一种相对无创的方式 你抽个血 实际上没有什么困难 如果是取尿液的话 那就更没什么困难了 那 总的来讲的话 liquid biopsy 它是广力上的 还包括蛋白质 但今天我们都不讲 因为蛋白质的话 如果在体液里面 蛋白质都出来了 那你基本上这个病 也就进展到很后期的时候了 所以现在 所谓的这个低血测癌 大家就都知道不夸谱了 对不对 现在的所谓的低血测癌 还都是测蛋白标记 比方说去年的时候清华的那个 忘了是去年 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清华 这个罗 这个 张一巴 那个 科技署 所发布的这个热血核蛋白 90 这个蛋白 他用这个蛋白作为种类的标记簿 去进行测试 它在血液里面 但是基本上 我们知道热血核蛋白 这个东西它首先是不具有特异性的 也就是不是癌症的 一些很多的病 它也可以有这个东西 释放到血液里面去 另外就是说 它的减粗率是很差的 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个 癌症进展到一个很 很进展的阶段了 然后在三期的时候 你才很容易检测 二期一期的话 它的减粗率是不高的 所以呢 这种东西作为癌症的早期发现 和筛查呢 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 后来新闻呢 也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跟踪报告 和辟谣 滴血核癌 用这个 用这个 用蛋白质是不好谱的 那么 比蛋白质更早的 那就是核酸阶段 对不对 所以说 核酸内的 这个 业绩活性 才是真正有可能实现 滴血核癌 这一 这一圆景目标的 最终的这一样后选 在核酸里面 目前这个liquid bioc 主要的两大类呢 是 Cell-free DNA 和Axos or MicroArmin 这两类 那其实不仅仅缺于癌症 但是这个目前来说 癌症这个里面是最热的 Cell-free DNA里面 又有包括两个方向的应用 一个是CD DNA 然后一个是Fedal DNA CD DNA呢 它是叫做 Circulating Tuber DNA 就是 循环腫瘤 DNA 它是说 腫瘤细胞 释放到血液里面去的 DNA Fedal DNA呢 这是从这个 这个Style 到母体里面去的这个DNA 它是会被用于 这个无数研究 我们后面也要讲到的 然后Axos or MicroArmin 是 目前这个比较热的一个外密体 外密体 就是 外密体是 细胞分泌出来的东西 一种小囊炮的系统 直径30到150纳米 跟个病毒似的 这么大小 然后这里面包含着 一千多种蛋白质和 一千多种核酸 那其中 占绝大部分的 是 MicroArmin 里面可以有几百种 MicroArmin 那么对于CTG 应该来讲 它的主要的这个 难点呢 是在 我们需要 建设极低频率的突变 频率可以低到 0.01% 几万分比的突变 而Axos or MicroArmin 难点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是 高程度的Axos的过去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这个Axos 是很少的 所以它 MicroArmin 就很少 我们去把这么少的核酸 给捕获出来 然后还给它测了 看上去是难点 那么 我们大致的 来对比一下 目前在癌症领域 CtDNA和Axos MicroArmin 这两个大类的技术 CtDNA来源就是什么呢 学过这个 学过细胞生物学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这个细胞凋亡之后 它会变成凋亡小体 它的基因组被打断成大概 180到200多的这样的片段 然后丢出来 然后释放血液里面去 释放到周围 然后慢慢的这些东西会被巨石细胞吃掉 那有些没吃掉的会进入血液 美兰级吃掉的会进入血液 所以说这一部分 是死细胞丢出来的DNA信息 而AxosMicroRNA是活细胞 正向外主动分泌的 主动有目的分泌的 这样的一些味道好 它是有目的 它可以由癌细胞所分泌出来的这些东西 可以驯化周围的免疫细胞 从而使得这些免疫细胞 本来应该是抓小偷的这些警察 变成了支持黑社会发展的帮凶 所以 这个是坦克代表的是活细胞 就是当前进去的状态 CBDNA在绝大部分的肿瘤类型里面 二期减粗率一般是不超过30%的 因为需要有大量的肿瘤细胞去掉网了之后 才释放出足够的实验警察可以控制检测 对吧 那肿瘤大家知道 肿瘤的11大科目 11大科目里面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抗凋瘤 对不对 肿瘤细胞不想死嘛 它永远有活着 所以它抗凋瘤 所以在早期 尤其早期癌症里面 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凋瘤的肿瘤细胞 你上哪去测试一定的原因 再说 就算它凋瘤了 马上被周围的巨石细胞又有去了 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血液 所以说它的早期发现率是非常低的 即便在晚期 四期 也就是最中末期的这种癌症 已经远端短移了 全程到处都是了 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减速率还是不超过75% 这次都有大量文献报道 所以说呢 像这种技术 它是没有办法去做早才的 基本上你查到了CDDNA 那么你应该已经很难受了 你应该早就去医院检查了 然后用各种其他的影像学的办法 其他的这个蛋白质的MAC 早就能发现 早就能确诊 所以说 它对早诊来讲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呢 这个 埃子统MAC 它可以在 零期的时候 也就是还不称其为癌症 它只是一个早期增生的状态的时候 就发生改变 那一期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在乳腺癌里面 我们一项研究 在乳腺癌里面 一期也就是很早期的这种 乳腺癌的患者里面 也很可疑 发现非常显著的 埃子统MAC 而用这种方法 我们去盲分 基本上大到百分之百的就有 所以说 我们现在正在往零期做 零期又看样子 也是比较有希望的 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零期的病人 一般来讲 他都不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他不会去医院 所以说想收足够的样品 就是比较难 这样子 然后呢 CTDNA 由于它是 这个肿瘤细胞 丢不出去了 这个DNA 丢在血液里面 血液里面还有其他的 全身其他很多细胞 也每天都在凋亡嘛 对不对 正常细胞也会丢出来 这样的一些凋亡消息 所以 必须使用大部分测序的方法 而且测的测的要非常深 我们才能减除这样的一些混杂 在大量正常性化中的突变性化 所以 就会导致一个什么 收费 成本很高 所以说收费当然 就更不努力 那大家可以去看 在外面的一些公司 可以做CTDNA 做成的一些公司收费 往往是高达四五万 这四五万起步 稍微全一点的能量 十万往往上 但是这真不是一般的嘉宾 能够承受得起的 而 AXSOMYRN 它有一个好处 是 虽然里面 AXSOMYG白种MFN 但是真正 与某种特定疾病有关的 一般也就几种到十种 所以说在经过大量的前期调研之后 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围缩小到几种 这种MFN之后 我提取 我只要能够成功提取 我可以用RTPCR的方式 来进行低成本的这个检验 那现在大家知道做一个RTPCR 做一款RTPCR 成本只要几块钱人民币 当然我们要做重复 我做三个重复 然后女 然后我做三个重复 然后我有四个基因 然后加上客人对照什么的 我就总共二十公里内可以解决掉了 也就是说呢 什么 我有希望做到一百块钱成本 然后就算医院加价 我加五倍够了吧 五百块钱 做一次测试 还是挺好的 是吧 你还可以成熟的情况 然后呢 CTDNA 它主要是要去检测 这个Driver communication 对吧 因为它检测的是DNA信息 DNA信息里面 最浅注的就是一个突变 所以如果是找不到突变的话 你CTDNA 根本就 你分辨不出来 哪些是CTDNA 哪些就是 哪些是来自于肿瘤的 哪些是来自于正常细胞的 对不对 问题在于说 我们刚才讲的肺癌 它是Driver mutation还是蛮多的 大概一半以上的肺癌病人 是可以找得到的 Driver mutation的 但在其他的很多癌症里面 突变就不那么多 甚至来讲 它就基本上没突变 比方说典型的路线癌疾素 基本没突变 去年有一篇Nature文章 做了各个主学的 然后就发现 乳腺癌里面 几乎是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突变的 比乳腺癌 这个突变率更低的是什么呢 就现在经常 大家可以在这个报道 就新闻报道里面 见到的 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它是所有癌症总体里面 已知的这个 突变率最低的 一种 所以说 如果这个癌症 它压根就没什么突变 你去检测 怎么检测怎么出不来的 对吧 所以说 它的应用是非常局限的 那你做了之后 就是你做了之后 你也不敢 就是打包票 做了之后 我一定能够给你 覆盖了90%的状况 这不可能的 能够覆盖30%的状况 也不错了 但是如果说 一个测试它只有30%的机会 对你有效 而且你不知道 你是不是属于这30% 你会愿意去掏钱做这个测试吗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很不会吧 而且 矿是你要 掏个好几万 出来做这个测试 那时候 更多人 一般兰想人 是不会愿意去做的 而 Access of MicroRNA 这边呢 由于它是反映 机体里面 活细胞的 一个状态 所以 它与这个 它与突变有没有关系 压根就没关系 你只要是个癌细胞 它总有一些 通路是活化的 总有一些 麦可RNA 它是高比较拉的 而且会被输出来 所以说 不管有没有突变 你只要是个癌细胞 我都可以用 这个Access of MicroRNA的方式 进行发现 这么来说的话 在前面这几项里面 Access of MicroRNA 应该看起来 是全面碾压CDNA 对不对 但是 CDNA有一项能力 是 MicroRNA永远拿不到 那就是 给出 靶向用药的 信息 因为靶向用药 针对的是 某个 特定的基因突变 这个时候 MicroRNA 是不还有这样的 突变的 所以你怎么测 MicroRNA 怎么是测不到的 而只有CDNA 可以做这件事情 但我悦母的 后面这个 因子呢 也是用的 我们自己给它 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 来进行了这个 Access of MicroRNA 这个测试 不是 CDNA的测试 那么 Access of MicroRNA 的精准度有多高呢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公布 我们在癌症上面的一个结果 因为 保密协定的原因 我们合作单位 保密协定的原因 我们不能在这里跟大家公布 但是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几个 我们 在世界上第一个 做了一个 一个很突破性的 一个 Access of MicroRNA 作为 早期诊断标准 这样一个例子 是川疾病 Kawasaki disease 这个是一个 目前来讲 发病率越来越高的 一个小而新病病 这个重症是可以死人的 早期的症状呢 和感冒 和那个什么流感 差不多 或者腺病毒感染 差不多的 发烧 送到医院去 没经验的医生 直接被判为 这个 这个 病毒感染 按照病毒感染去治 显然是没有用的 对吧 等到一些 川气病的特征症状出来 比方说 冠状动脉 扩张 甚至承留 到那个时候 已经是 进展到了晚期 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死人的 就算给救回来 他也会带有后遗症 那现在的话 我们就说 在这个东亚地区 尤其是我们这个 这个中国南方 这个发病率 啊 逐渐逐渐的 升高到15% 而且每年 这个 每年的这个 发病率 还在地上 那其中呢 有一部分 大概20% 在这里面 都20% 是属于 大概 中症或者重症的病人的 如果去做到极导的发现 不耽误治药 早期治药 没问题的 都能恢复 怕的就是耽误了 那你不能总是 把这个东西寄信用于医生没有经验 对不对 可能在广州这么大城市 还好啦 还好一点 但你要在稍微 稍微偏一点的地方 那个小孩病了 你晚上 报到乡卫生院里面去 你不能指望 那个医生有多少经验的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寄希望于 客观的检验指标 分子 分子诊断指标 但是 穿奇病这个东西 从六十年代的时候 发现一直到现在 病因压悦的不清楚 连是不是感染疾病都不知道 这种情况之下 我怎么去找它的标注 用X种麦克兰 我们用了很复杂的方法 首先是测全部 然后慢慢的往下塞 最后塞到四种麦克兰 用RGPCR进行测试 我们来看 这是两个中心 进行的单盲实验 也就是说我们事先是不知道 分子情况 我们事先是不知道 分子情况 我来看一下 两个里面 像这种人 这个是川西病 医病病人 这个是正常人 然后这种呢 是病毒感染 也就是说症状是很难区分的 早期症状很难区分的 这样子的人 都可以看见 三群之间分得非常开 对不对 而且完全没有讲解 在另外的一个中心 更大的一个中心里面 进行 进行一个蛋盲实验 更大部分的蛋盲实验 我们看到 这是正常人 这是川西病病人 然后这是一对 好几种不同的 这个病毒感染 这个病人 在去年的变状场中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正常人 被归为了这个 川西病 当然他做经营检查 就发现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很高兴看到是 在这么多 总共是200多人的 这个试验里面 只有一个假阳性 而没有假阴性 也就是说 所有的川西病病人 都能被非常好的诊断出来 这种进步百分之百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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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度和这个 特异性 是在 这个几乎是突破了 一切 临床检验实际核的 想象 可以这样的 所以最开始 我们做出来这个结果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信 后来在第二个中心里 我们得到了 验证了之后 我们才有信心 去 去写了文章 去发出 这是今年 研究的时候 我们出来的 那么这篇文章呢 意思首先来讲 告诉大家 艾斯套米 麦可尔利 能够强力到 用什么程度 能够强力到 几乎百分之百 而且 我们是在 不知晓 这个疾病的 任何信息的情况之下 忙碌做出来这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完全 可以将这种路数 去复制到 所有的疾病上去 所有的疾病 我全部可以来一层 追以后 真的是 第一层 测还不是刺癌了 测很多疾病 一次性 我给你测一下 完全可能 而且第一层 那测CDDNA 可就没这么 没这么幸运了 CDDNA 我们刚才说了 它的这个减速率是很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 它的突变的频率 很低的 突变频率 当低到 你看百分之二的时候 用这个深度 这个极势度测区 是可以测得出来的 但是低到百分之一的时候 几乎就会淹没在 这个测区率的 错误的背景中 背景造成的 而我们经常要面临的 CDDNA 的突变频率 是在百分之一以下 所以 CDDNA很容易 出现问题 那么 如何去提高呢 那就有 很多种办法 因为这个 讲起来就 没必要 这个有兴趣的工具可以 下去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么 那么 值得要说的就是 我们 很多的疾病 很多的癌症 是并不具有突变的 比较宿主线癌 它几乎没有突变 所以 都是RNA层面上 发生的问题 所以不要迷信 这个 CDDNA 然后呢 cell3DNA 另外一个应用 就是 无上产检 大家知道 这个 如果是 某个燃色体 有三体的话 最常见的 中文是21三体 那么 就会有 严重的 这个遗传病了 那么 实际上不仅是21 染色体 其他染色体三体 同样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 传统的方式 是 养育全治 然后做核心检查 这个方式呢 会造成1%到1.5%的额外来的短空间 也就是说 这个 比例看起来很低 对不对 但是 你们谁愿意 这事儿 谈当你自己头上 没谁愿意吧 而1%到1.5%的风险是什么 在座的各位以后 结婚了 要生孩子的时候 其中 必有一到两个 家庭 会坍倒 仅仅是因为 让人穿辞 导致的 有什么 所以没有人愿意吧 没有人愿意 那么我们就 要用更安全的方式 对不对 如果我能抽 妈妈的这个外流血 然后测一下 不就好了吗 那么 那么无创产品的先驱是 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盧玉明 他发现胎儿的遗传信息 可以进入母体 甚至会定制在母体体内 长达几十年 所以说 你不要以为 你现在乱搞男女关系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这个上的REAS的数量 都会比其他人多一些 对不对 多一点 根据这个 可以进行 这个 就是三体的检测 那么这个 大规模的这个测试呢 最开始是由这个 华大基因来做的 然后呢 这个 目前在国内 主要是两大巨头在做 一个是华大基因 然后一个是 贝瑞和康 这两个 但是他们是做不到国外去的 因为 盧玉明教授 已经把这个方法 在全世界申请的专利 由于中国的专利法的原因 在中国是不能将 这个诊断方法 申请为专利的 所以 这个 华大他们在中国 是可以做 但是在国外 是不能做的 但是呢 这种方式 有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说 给出来的报告摊 是很简单的 只给了一个 风险指数 而并没有任何的 原始数据 给你 所以说 是属于一种死不对症的 一个东西 所以你信不信呢 信不信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 专业的 这个 这个 新英格兰医学 够专业了吧 这个 他们的这个 评测呢 就发现实际上 它的这个 物质率是百分之0.1到百分之0.2 而中国卫计委的 发布的 二十一三级的 真实的这个 真实的发病率呢 大概只有万分之五到万分之六 也就是说 无创产检的这种方式 吹得神无情神 但是呢 但是实际上它的物质率 仍然是比发命运还要高几倍的 然后 你还要花几千块钱 或者 现在有股间的情况下几百块钱 就做这样 你先要测试嘛 然后 所以说 会有点问题吧 好 那么这个 我们今天的课呢 先讲到这里了 下次我们继续